抱走吧大明星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欣诚 这次是为荒野寄情人里面的那个狐狸风客配的音吗 是什么样的契机加入了这部电影呢 我就说想配一个健一点的角色 然后狐狸就通常就是挺狡猾的嘛 就是自己在配音的时候会去参考原版的一些声音吗 肯定我觉得多多少少会参考 因为它那个原版配出来之后它嘴型得跟它打赏 所以你就得模仿它那个调 我觉得这是很难避免的一个问题 配音和就是自己去表演不同嘛 然后有时候配音可能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录音室录的 然后那如果配音的话会更难拿捏住这个角色的状态吗 看情况 我觉得如果就是你完全模仿它的那个原版的那个调 就是比较偏意志强的那种 我觉得反而比较简单 但其实我就老想像它稍微的不太一样一点 其实从这点上我觉得有点难 是因为你又要考虑说跟那个原片搭 然后你还要跟整个片的风格统一嘛 就是怎么样在这里面能够稍微的让它自然一点 你在现场录制的时候会跟着那个角色一起做表情上吗 我觉得肯定会的 包括就是它一些比如说尤其是狐狸 它有很多那种很坏的那种表情嘛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 你要出那个声音 你其实就得得有这个感觉 然后你得笑啊 然后用一些肌肉去控制它的声音 就是我配音的时候跟我平时说话还是挺不一样的 平时说话老 然后但这个狐狸还是稍微年轻一点 就是作为这部作品的配音演员 就是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 你是会希望他们马上就认出 这是张欣诚的声音 还是看完电影看到字幕滚动的时候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张欣诚配 我其实是希望大家能听出来是我的声音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特色 就跟我以前我肯定会觉得说 你体现你的一个厉害对吧 然后你就是好像大家听不出来是你的声音 但我觉得现在我觉得真正厉害就是在于 大家又能听出来是你的声音 但是你这个角色还放在这特别合理 我觉得这是很难的 就是是张欣诚演了一个狐狸 而不是说张欣诚模仿了一个狐狸 就是电影里面那片森林里面就是有很多动物 你自己觉得自己更像那种动物 不是电影里面的也行 更像那个水熊虫吧 我瞎说的 对如果能的话我就愿意当个水熊虫 这个动物是真实存在的 当然存在了 水熊虫就是一个基本上就很难被杀死的一个动物 它可以承受在真空底下存活 然后即使辐射也杀不死它 这是你选择它的原因吗 没有我就觉得随便想了一种比较冷门的一种动物 如果你周围有像风客那样的人的话 你会主动和它做朋友吗 它很难主动和它做朋友吧 就是你得花很久才能走进它的内心 但是这个现代社会太匆忙 很难有人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开它的心 而且你还要中间要鼻酸是吧 但是像风客这种人 其实它内心是很 我觉得还是有很善良的东西的 可能从小环境对它来说就很不友好 然后你需要慢慢的发现它的真诚的东西 但是现实生活中很难 那如果给你一个任务就是必须要和风客成为朋友 你会怎么跟它破病呢 就是一般这种的话你必须得站在它的食物链的上层 不然你要在它的食物链的下端你很有可能被它吃掉 那如果就是你分析的话你觉得它你觉得风客的mbti是什么 我不太知道我只知道它肯定是个艺人 艺虎是吧 其他的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艺和艺的区别 之前有媒体统计过你的作品原生率是百分之百 那之后还会更多的参加这种配音的作品 我是挺喜欢的 对我下次我就希望时间再稍微充足一点 因为这次任务繁重 然后时间会比较紧张一点 对然后我就希望就是再配得更好一点 那之前有是拿到了百花奖的最佳先生奖提名吗 就是照自己提名的那颗心情怎么样 没啥心情 我本身对于这个东西我就觉得顺其自然 然后再加上就是个提名也没拿奖 对我觉得就还好吧 但有没有那种提名极肯定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你把一个事做不做好 就是你内心你觉得你得到提升就行了 相反来说我目前阶段 我也没说就一定要得到什么肯定或者累随干嘛的 就是我觉得自己把自己分的工作做好 如果就是火候到了 它自然可能就这样了 我不希望自己有什么执念 之前有网友说你干一行行一行 你有看到过这个东西吗 就干一行行一行吗 就是你演戏主持还有配音还有跳舞啥的都特别好 然后唱歌也很好 有粉丝就想让你看演唱会吗 有这个打算 肯定你得票先卖得出去再说 对你肯定得有足够多的听众的时候 因为目前大家肯定还是以观众会更多一点 大家还是习惯比如看你的戏或者累随干嘛 我就觉得就比如说如果要决定做一个做音乐的一个歌手 那肯定就是要以一个歌手的标准要求自己嘛 就首先我觉得你不是说全部词曲和这些东西都自己做吧 我觉得就是你起码要自己深度参与写一些自己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唱上得特好才行 但你唱的挺好的 不但因为我之前我学音乐剧嘛 学音乐剧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流行的话 我觉得可能还是得更再进步一点 我是这么想的 感觉你的演员的做演员的信念感特强 就是很少笑场 你在片场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片场的时候还行 也笑场 但是就是笑的会确实少一点 通常就比如说如果演演搞笑的 一般都是我演我就是肯定是别人笑嘛 自己笑算是什么个事 就是即兴演的时候会就是怎么憋着不笑的 就是演一些特不立头特搞笑的戏 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其实心里很悲凉 所以笑不出来 那最近有钻研什么新的兴趣爱好 新的兴趣爱好好像也没啥了 基本上也就剩一个去火星了 对 攒点钱吧 攒点钱然后去一趟 争取做个来回 别做单程对吧 那我给你淘几个显影根 星星是实心的还是空心的 星星是实心的吧 星星是空心的 因为STAR接空 妙啊 羊被剃了毛 为什么晚上就睡不着了 因为它没盖被子 不是 因为它失眠了 失眠了 嗯 棉 它的毛嘛 那不是羊毛嘛 那怎么跟棉有啥关系 棉是棉话呀 那就是一个不严谨的显影根 对啊 互动是一边画那个狐狸分刻 然后一边做一个快文快答的二选一 行 好 来 猫还是狗 狗 甜文还是略文 略文 悬疑还是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 古代还是现代 现代 风批还是霸总 呃 疯 疯 长胖还是变兔 长胖 相互救赎还是相爱相杀 相爱相杀 看音乐剧还是看艺术展 看艺术展 问题已经没了 哦 好的 好的 那如果让你给黄野机器人发 朋友圈宣传的话 你会写什么 那我就写什么 叫 叫梦工厂又出新家座了 对 然后快来猜猜狐狸是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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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